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蒙古DB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玩转几个特殊函数 有多特殊 一会儿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为您讲解几个操作文档字段的函数 比较特殊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支点 首先说蒙古DB里面的函数都是这个 大家注意看 都是加这Dollef的 如果您发现这是加Dollef 说明了它是一个函数 首先inc函数 什么意思 D加 什么叫D加 一会儿咱们写例子就能看到 第二个 Multipy 相乘 A乘B 二乘三 相乘的操作 第三 rename 改名 咱可以把字段名 由这个比如说AA变成BBB 这没问题 都可以改 接下来set 上期咱们学过set的函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更新数据库时 我把某一个字段更新成某个新值 但是注意 蒙古DB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说如果这个文档里面没有这个字段 它会为咱们这个文档增加这个字段 非常方便 接下来是与刚才那side相反 咱们要删除这个字段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AA的字段 我觉得这个字段多余了 我想把它删掉 这个在咱们官型税库里面是不可想象 对不对 我删除表字段 那表所有的记录这个字段都消失 都没了 对不对 蒙古DB也没关系 蒙古DB的字段删除 就是说这一行记录 这一行文档的字段被删除 对其他行没有任何影响 对其他记录没有任何影响 一会咱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马上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例行公事 命名行模式 然后进入咱们的数据库 首先先检索下郭耀利人这个文档 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然后咱们要对注意 iLunk这个字段进行什么操作 进行递加操作 加几 加一 换句话说 咱们这么一直行怪物猎人的 这个文档的Lunk字段 比如说以前是五 那么现在因为加一了 变成六 但你说这不是不加一 我加十行不行 那就变十六 变十五 对不对 好 一会咱们试一下 接下来 我用这个Mult 这个函数干什么 对这个Lunk字段的数值 进行一个乘法 以前是十 咱们做一个乘二十多少 二十嘛 对不对 一会咱们看效果 再接下来 我要把Lunk这个字段 今天咱怎么老跟Lunk干上了 这个字段我觉得起的不好 Lunk就排名 我觉得不好理解 叫什么 叫score 叫分数 这好理解了吧 我这文章得多少分 这好理解吧 所以说咱们用这个Rename函数 把这个字段名由Lunk变成score 一会看效果 再接下来 set 咱set谁 咱set怪物猎人 这条数据 这条数据 大家注意 可是现在还没有Eastop属性了 有Eastop属性 就是我那个更新 那个骑士勒榜·查姆斯 那个文章有 他没这个字段 怎么办 照样可以set 蒙古地位会发现 如果你set这个字段 没有 他会给咱追加一个字段 在这个文档里面 仅仅这一个文档里面 咱们看一下实际效果 好 比如说我加错了 哎呀 状态 大家注意看 现在是排名2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 咱只用这语句 干什么 加1 看看能不能加1啊 够 好 打印出来 哎 怎么样 变3了吧 没问题吧 咱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遍 我这课下没写啊 咱们再来一个 我不加1了 比如说加10 行不行 够 好 看数据啊 哎 怎么样 刚才是3 我加10变13 没骗人啊 没骗人啊 好 咱们再来啊 接下来干什么 Multiple 做乘法 咱们试试啊 现在是几 13 我乘2 得几 26吗 对不对 大家看 26了吧 换句话说 咱们更新字段时候 不用咱们在这个程序中计算 用它这个MongoDB自己的功能 就能够完成一些基本的计算啊 好 咱们再来啊 我不叫Lank了 Lank这个字段名太不好听 我叫Score 那怎么办 Rename 就这样一句 试试 Go 好 Find 看出来 哎 怎么样 大家注意看 刚才的Lank不见了吧 取而代之的 大家请看 Score 怎么样 字段名被更新了吗 但是 没完啊 DB.post 再看一下其他的Score记录 大家请看 别人还叫Lank 只有咱们刚才更新的这条怪物猎人 被更新成了Score 对其他字段 对其他的这个记录文档没影响 Mongodb非常好使啊 非常非常棒 这个属性 接下来 咱们为怪物猎人 这个文档增加一个 这个吗 增加一个 It's top属性 目前没有啊 咱们要追加一个 试试啊 好 执行一下哦 Go 好 执行完之后 邵总 我不把所有的这个命令都列 不把所有的数据都列出来 咱们就要这一行 哎 大家看怎么样 It's top等于出 出来了吧 加字段如此的简单啊 对其他记录还是没有影响 咱们对了 咱们再看一下其他记录吧 其他记录看有影响吗 没影响 但是呢 怪物猎人这个数据呢 已经有了一个It's top属性 多方便 反正有这个数据库 我感觉用别的数据库 我都不想用了 我就喜欢用这个数据库 就这种感觉啊 好 咱们再来啊 哎 我加错了 我不想加了It's top 我就把它删掉怎么办 Unsight它们 对不对 试试啊 Go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Go 哎 怎么样 没有了吧 Ens top还有吗 删掉了吧 然后呢 对其他记录有影响吗 看一下啊 所有记录都出来 有影响吗 完全没影响 我增加字 增加删除非常的自由自在啊 哎 这就是蒙古DB给咱们带来的强大的灵活性 每个文档 它就是文档 它不是那种 有严格限制的自断限制 类型限制的数据库 不是 它非常的随意 非常的好用啊 所以说呢 它与也这个好用的同时 您在设计这个数据库的时候呢 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不是什么 也不叫问题 就是灵活性 您需要好好考虑之后 再对它的进行设计 充分利用它的灵活性 能达到您这个项目的这个功能的强大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啊 咱们呢 确实玩了几个特殊的函数 您说是吗 好 那今天的文档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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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